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嘿嘿 嫂子人终于来了 老李啊老李 这可就不怪我了 谁让你让我失忆的 脑袋现在还疼呢 老李 你是老李 我好像想起了点什么 贤弟你醒了 你终于认识我了 信 欧郎京 还有我 你认出我了吗 不认识 不过 感觉你很熟悉 我只记起她是老李 当初在K 抱着黑丝长腿美女唱歌 贤弟 戏说不是胡说 胡说不是瞎说呀 难道是我记错了 哦 对了 我还想起上一次 你还送一个美女回家来着 这是我记得很清楚 绝对没错 哦 皇帝 这事是真的吗 看来你在贤弟那里 玩得很高兴啊 哎呦 老李 我怎么把这事给说出来了 都怪我都怪我 你该不会跟一个失忆的人计较吧 完了 我完了 对了 老李 光说这些了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个办法能让我痊愈 什么办法 你快说 我倾尽全力 也帮你恢复记忆 这个办法治疗得很快 就是得需要十吨的黄金 可能才能治好 是 十吨 就治个病要十吨黄金 爷 我突然想起来 你是不是当初还跟女主播 贤弟这是在坑我 给我给 行了吧 哎呀 老李 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治病确实得需要十吨黄金啊 哼 走了走了 你走哪去 跟我过来 主人 你是恢复记忆了吗 苏承哥哥 你要是恢复记忆了 就赶紧选 到底是选本公主 还是选这个白老虎 哼 主人和我是什么关系 跟你又是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认为主人会选你 哼 我堂堂公主 难道还不如你 那有本事大家平起胸膛比一比吗 你 麻了麻了 这道选择题 佛祖来的都要问上帝啊 我还是继续装作诗意吧 第二天一早 成处莫扶着李二来找苏承 老李 你怎么弄成这副惨样 贤弟啊 我变成这样还不是怪你 我被皇后拖回去后 被她 赶紧抱你 赶紧抱你 真现在都不敢回去了 看来以后 我得给嫂子都弄点电视剧看了 贤弟 我来找你 是因为触摸开口 想去你那个世界找她的女朋友 对对对 先生 我来大堂都快两个月了 再不回去 小慧肯定以为我出事了 贤弟呀 喜脚妹 哦不 触摸很想念她的女朋友 咱们就回去一趟吧 哎 可是我现在记忆有些混乱 只能尽力而为 嘿嘿 你个老李 我看分明就是你不敢回宫 想趁机去现代享受享受 我偏不如愿 系统 打开时空之门 很快 苏承三人 穿过时空之门 却发现他们来到的 不是现代 而是东汉末年 搞错了 搞错了 贤弟 这怎么看起来好像东汉末年啊 好像真是呢 我明明记得我是要回家的呢 哎呀 这可怎么办 触摸还要找她的女朋友呢呀 黄触摸一听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我的小慧啊 咱们又天歌一方了 呵呵 吃个老李还没演够 老李 你什么时候对触摸女朋友的 是这么上心啊 咦 贤弟你看 远处怎么这莫多百姓 看起来一个个面色辣黄 瘦骨临寻的 莫非这里遇上旱灾了 呵呵 走吧 去问问 大神 你们这莫多人是要去哪 哎 我们都是从徐州城出来逃难的 逃难 逃什么难 哎 都是因为那吕布 据说 那吕布得了一件神器 凭借那件神器 他战无不胜 现在正在攻打徐州 就连当初虎牢官的英雄 刘关张三兄弟之缘 都被吕布给击退了 自从吕布得到那件神器之后 就逐渐变得残暴不仁 我们怕他攻破了徐州 祸害百姓 因此 我们就从徐州城逃了出来 想着去衍州避难 什么 居然是吕布那狗贼 贤弟 把你的加特林借给我 我这就去灭了他 你先等等老李 大神 这吕布得到了究竟是一种什么神器 竟如此厉害 据说是一根奇怪的黑乎乎的棍子 不管和任何兵刃碰撞 都能瞬间让敌人倒下马去 黑棍子 难道是小白丢了的那把电棍 这一趟真不白来 老李咱们赶紧去找那吕布 不能让他拿着电棍护害百姓 话罢 苏晨就召唤出了武林神车 三人直奔徐州 卧槽 这 这是仙人了 我们有劲了 另一边 吕布正在强攻徐州城叫嚣 刘北 速速打开城门投降 我念你们三人本事不错 可以允许你们跟随在我左右 做个千马的马腹 好你个三姓家奴 竟敢侮辱我大哥 我这就下去 捅你一万个透明窟窿 三弟 冷静 他手中的棍子深不可测 休要中了吕布的激将法 哼 很好很好 如果再不投降 那我就只有强攻了 然而 就在这时 吕布后方 突然有大批兵马赶了 太好了 是曹操的部队 我之前给曹操寄过一封书信 请求支援 没想到 曹操竟真的来了 吕布 还真是好久不见了 你还是跟之前一样鲁莽啊 我当是谁 原来是曹孟德的 怎么 就你还想支援徐州 你的口气还是跟之前一样嚣张 你才不到五万军马 我可是带了七万大军 再加上徐州的守将 我们一旦前后夹击 你必定兵败无疑 此刻下马投降 臣服于我 我还可留你一条全尸 哼 区区七万大军 我还真不放在眼里 擎贼先擎王 看我先剁了你 哼 黄豹 谁能拿下吕布 我赏的千金 主公 我来 吕布匹夫 莫要嚣张 我瞧郡徐楚 前来会会你 很快 徐楚与吕布站了起来 可瞬间 吕布掏出一把黑管 直接指向了自己的兵器 瞬间垫得徐楚摔下马身 而吕布凭借着电弓炼体 早已适应这感觉 痛快 痛快 就凭你也跟对我吕布出手 话罢 吕布就拿起方天话戟 要斩杀徐楚 不好 我的徐楚 不好 二帝三帝 速速下去增援 贼子 爸爸来了 还不跪下吕义父